Hello 大家好 我是Venus 今天星期繼續有我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每周幣圈的資訊 以及加密貨幣的一些知識 如果大家有甚麼想資訊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先跟大家說一下幣價走勢 上星期就跟大家說過 以太幣日線形態做了W雙底 但技術形態好轉 再加上倫敦升級之後 有機會突破3000美元 以太幣高位都見過超過3200美元 不過暫時就不可以站穩 如果看回兩個中途 以太幣由8月初開出的上升通道 現在幣價回落到大約在通道中間位置 有機會再次調整到通道底部 大約2700美元水平之後 再次重拾升勢 用基本面來看 以太幣在7月20日的低位 大約1700美元左右 到現在升穿了3000美元 在幾乎沒有回調的情況下 其實都升了超過八成 都可能會有資金 遷行獲利離場 令幣價出現調整 至於比特幣上星期都跟大家分享過 升穿了由6月底開出來的波動區間之後 日圓可以站穩41000美元 技術形態來看 幣價便可以再次向上突破 比特幣都不負眾望 高位見過46000美元流上 不過與以太幣一樣 比特幣由7月20日的低位 已經回升不少 升幅又超過五成 所以都要留意回調風險 上星期 Binance 突然宣佈 將會限制香港用戶使用衍生產品的功能 包括所有期權、期貨、保證金產品等等 其實除了香港之外 Binance 都暫停了部分歐洲地區的衍生產品交易 香港用戶不能在Binance開新的期貨戶口 現在的客戶有90天時間去平倉 期內不能再開新倉 意味著本港Binance的用戶只可以平倉 但隨著越來越少國家的用戶 可以在Binance開新的期貨倉 市場的參與者少了 便有機會令價格變得波動 所以投資者應該盡早平倉 不要等到寬限期的最後一天 除了Binance之外 其實還有甚麼交易所提供期貨交易? 數據顯示 市場上最高比特幣期貨交易量的五個交易所 分別是Binance、Bibit、OKEX、火幣和FTX 不過火幣和OKEX已經不再支持香港用戶開戶 至於在本地經營的FTX交易所 早前修訂了新的用戶註冊規則 當新用戶註冊時 要證明自己是專業投資者才行 包括銀行戶口中有百萬港元 以及要有專業人士簽署的證明文件 如果不可以提供相關證明 就不可以在這個交易所買賣 投資者可以想想交易量排第二的Bibit Bibit的整個團隊都有 金融衍生品和傳統金融背景 公司總部位於新加坡 在2018年4月成立 平台比較專注衍生產品交易 Bibit的開戶方法都比較簡單 只需要用電郵或電話就可以了 不用像Finance 提供身份證或住址證明 亦不需要專業投資者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開戶和交易的教學 就可以在留言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